接下来还有什么 我接下来就要画 第一个是不是学号 学号我们现在用工具箱来画 第一个是用这个label 这个label的意思就是说 它只是很单纯放在这边 有一个叫学号 不要让别人去输入 label就好像说 今天一个名片 名片代替一个人 的一个东西label 这个label建议各位先选好 label我们选到label 然后在这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从属性视窗这边调整 请问一下 我们要呈现学号两个字 对不对 所以学号 我不要用label1 我要用学号 所以怎么改它里面的这个 这个名称 这个这里叫名称 这是这个label的值 在这里 caption 反正你把至少这个属性里面看到label1 label1 都改掉 不过我建议各位 这个你要改 建议你改成英文 英文 好 例如说你就叫做slabel好了 随便 可是我不想浪费这时间 我只想改这个caption 所以请把这个caption改成学号 那接下来呢 这个字稍微大一点 字是不是在这边 字要大一点的话 这个字 右边有点点点 点这个点点点 把字改大一点 例如说14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 一个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Ctrl 进按住 第二个 然后用拖曳的方式做第三个做第四个 然后记得把这一个的名称改成什么 姓名 这个的名称改成 博文 这个名称改成 英文 好 所以 我刚刚只有做简单的几个动作 请你 来练习一下 就是用这个 label 家宇 去完成 去完成 这四个 可 行 就是 谢谢大家